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沉默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鬼唱戏 这个故事呢 我是听我老爸说的 我老爸呢 说是听我爷爷说的 虽然说呢 转了好几手了吧 但是我相信 这个情节呢 它并没有走样 因为我爷爷没必要骗我爸 我爸呢 也没必要骗我 对不对 唯一不同的是呢 我爷爷亲自遇上这种事 只多呢 到庙里边烧上几炷香 免灾 可是到了我爸这 就变成了一点谈资了 在酒桌上 跟朋友们聊天 也能弄出一点 神秘的气氛来 可是 当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啊 我却陷入了沉思 开始呢 我是选择不信 但是又感觉到 我爷爷不能撒谎 我这个心情就特别的矛盾 因为事件的整个过程 和我的观点完全就不融合 后来我勉强的告诉自己 那件事啊 可能确实曾经发生过 我爷爷就是目击证人 至于说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嗨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十几年了 这件事呢 据说是他老人家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所经历的 我悄悄的推算过 我爷爷二十几岁的时候 应该是在一九四零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被打败呢 这时间呢 似乎跟我爷爷的叙述 基本上是吻合的 但是我爷爷的这个故事啊 跟抗日没关系 他当时只是在重庆 一个普通的剧院里边的小学徒 说白了 就是在剧院里边跑堂的 据说那个时候战事虽然吃紧 但是重庆的小剧院的生意呢 特别好 从全国逃难去的达官贵人 无处消遣了 就会经常到那个小剧院里边 去消磨时光 把那个地方当成了社交场所 和各种的新闻集散地 所以虽然是战争时期 小剧院的生意却并不差 我爷爷所在那个小剧院 叫做什么碧春堂 这个是我猜的名字 因为我爷爷没有把那几个字写下来 老人家呢 根本就不识字 就这么一说 我爸爸也就是那么一听 我爸也不认识几个字 根本就想不起来 那具体是哪几个字写的 等到我想再去追究的时候 已经没有确切的信息了 我爸就硬说是啊 是碧春堂 那我也只能信他了吧 按照读音来 也只能写出这个碧春堂 这么几个字来 王白石 春天的春 药堂的堂 我爷爷说啊 当时跑戏堂是很辛苦的 三顿饭都得在戏院里边吃 每天从十多点开始 就泡在戏场子里边 前前后后的忙着又送水 送热毛巾 送茶 尽管戏台上呢 锣鼓新天的潮 我爷爷根本就没机会 认真地看上一眼 只瞧着大家伙 鼓掌叫好的时候 他才能够在墙角喘口气 翻眼看一下戏台上瞄几眼 等到这一出戏散场了 还得赶紧地打扫卫生 每一拨客人都会留下大量的瓜子壳 水果皮 小糖纸之类的 必须得尽快地打扫干净 然后迎接着下一批的客人过来 这工作量呢 说起来还是挺大的 这样又一直干到夜里边十点多 重庆这个地方呢 富人多 每天晚上看戏 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算是很上档次的夜生活了 我爷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有的时候干到夜里 都不知道十几点钟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手表 也没有手机 有天晚上 我爷爷送走了最后的一批观众 开始低着头打扫卫生 一般那个清场的时候呢 都是两个人一起打扫的 但是那天晚上呢 另外一个当班的没来 于是乎这个戏场里边 就只有我爷爷一个人 前前后后的忙碌着 等到打扫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爷爷感觉到累了 就在中间的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尝出了一口气 眯起了眼睛 琢磨着休息一会儿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爷爷突然听见了一阵 锣鼓声响起来 清晰的 而且特别干脆 他连忙睁开眼睛 往戏台上一看 时间大幕正的徐徐打开 几个穿着红色戏服的人 背对着下边 随着鼓点走上台来 我爷爷这心里边 倒挺奇怪的呀 刚才最后一场 不是演完了吗 这怎么又来一场啊 可是也没有观众了 这个时候 难道是哪家班子 要排练 我爷爷在戏院里边 干了一年多了 还没有看到过这个排练场呢 当时这心里边 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心想着啊 抽空看一看也挺好 这出去呢 也好跟人吹吹牛逼嘛 讲讲他呢 这人家是怎么排戏的 和这个前台演戏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想呢 台上的一排演员 已经走到了戏台中间 那鼓点也变得急促起来了 正是过门的节奏 左脚甩着衣角 向前边迈了一个花布 突然之间转身亮相 正对着台下 我爷爷这才大吃意惊啊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人脸啊 竟然露出了一张骷髅脸来 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 急忙揉了揉眼睛再去看 那鲜红的戏帽下边 确实是一张骷髅脸 而且那个嘴巴一张一合的 似乎正在演唱 但是却没有一句的唱词 当时我爷爷只是有些吃惊 还没有感觉到恐怖呢 他以为那可能是演员 戴着面具 有些戏里边 确实是有骷髅面具的 但是随着其他的演员 陆续的上场 我爷爷就是越来越紧张了 因为他们全都是骷髅架子 套上了戏服 如果说是戴着面具的话 也不能够戴同样的面具吧 我爷爷只是感觉到 在心里边是扑腾扑腾的乱跳 就已经准备逃跑了 正在这时候 大幕被完全的拉开 原本引在两边 幕部后边的乐队班子 也出现在在台上 这时候才把我爷爷彻底的 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那些个拉二胡的 敲锣打鼓吹笛子的 全都是骷髅 而且连戏服都没穿 就是白花花的骷髅架子 在那个地方扭来扭去的 弄着乐器 完全就是一个骷髅乐队 几根白骨 拿着那个骨锤敲的使劲 打锣的那个骷髅 也把锣敲得是嘣嘣直响 只有那个大喇叭吹不出声音来 但是他也拿在嘴里边 像模像样的跟那儿骨头着 我爷爷吓得妈呀的一声 就跑出了西院 一头差点撞在老板的怀里边 被老板抬腿踹了一脚 骂他为什么犯神经病 我爷爷也说过精话了 用手指着后面脸说有鬼 老板一听更生气了 无故的说戏院里边的鬼 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于是抬手抽了我爷爷 一个大嘴巴子 然后大步的迈进了戏院 呵问着我爷爷 鬼呢 哪有鬼 我看你才是鬼 我爷爷听老板这么一说 就大着胆子跟了进去 果然发现 戏台上静悄悄的 哪有什么鬼演戏呀 空空如也 不要说没有人影了 就连刚才摆在那儿 那个乐器都被收拾下去了 我爷爷想了想 小心的说 可是那幕布刚才 是被拉上的呀 现在被拉开了 我明明看到有鬼 是他在上面唱戏呢 老板听了更生气了 抬手又要打 幸好被旁边的伙计 给拉开了 老板就骂我爷爷 你没把布里边拉好 竟然还敢憋这种 屁话糊涂我 再有这种事 明天不用来了 其实不用老板感人 我爷爷自己已经不敢在这戏院里边干下去了 任他是再胆大的人 被那么一下唬 谁还敢在这个半夜里边去打造卫生啊 我爷爷就辞了这个戏院里边的活 另找了一家酒店打杂 后来不久啊 那家戏院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了 我爷爷说 挨大旦的那天 他去戏院里边看过 前后三进的小戏院被炸成了一片瓶 老板也被炸飞了 据说 那个老板本来呢 是可以躲进到防空洞里边的 就是因为舍不得那几件乐器 结果 没来得及 跑得出雷